很多人怕一入场即逛了 精神现象没有物质现象 那不就去都空了 这个地方我不愿意去 就把他吓到了 这个境界 我们永远没法自理解 相信真有 真有大作用 不是有小作用 对他不要害怕 不要恐惧 整个宇宙包括虚空 自然现象 统统是有机体 是活的 他不是死的 物质里得有精神 精神里得有物质 这《华严经》上讲的很多 所以对于物质环境 不能糟蹋它 不能轻视它 要善待 善后大地 你也不善待它 它有记忆的话 那它既恨 你破坏它 它也都破坏你 那个山摇一摇 你就受不了了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对待一切动物 对待花草树木 对待山后大地 对待威尘 都要像对待佛菩萨一样 自己谦卑 给他们礼尽 我们对他好 他对我们的回报就好 在什么地方看见 在极乐世界 在华藏世界 你看祝福的十暴徒 为什么那么美好 那个地方人 都是四十一位发生大事 居住的地方吗 四十一位发生大事 你想想哪一个人不学 普贤呢 我们这个无量寿经 第二瓶 这尊普贤 普贤菩萨身愿 第一个 离尽诸佛了 称赞如来啊 如来是自信的 我们对于天地万物 要称赞啊 要离尽啊 要供养啊 我们认真修行 就是对他们的供养啊 我们对他好 他对我们好 所以为什么极乐世界那么好 滑藏世界那么好 那就是 那个地方的人 都是用真诚心 亲近心 平等心 正确心 慈悲心 这大菩提心的 把朴贤身愿 做得圆圆满满 所以对自身来讲 金刚不坏人 身体的向好 身有无量向 向有无量好 不是什么三十二向 八十种好 觉着的环境 无量 无尽的美满 一丝毫 欠缺 找不到 诚心 圣是发现圣 圖是发现圖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 所以在十报图里面 已经发现圈线了 在长级光图 那还有什么话说 究竟圆满 语音正散得 赤本心愿 就近 情近 这几句话 写在这个地方 让我们慢慢体会到了 长级光图里头 没有形象 没有物质现象 也没有进行现象 就是 慧能大使 起作用 为什么起作用 语音正散得 赤本心愿 就近 清静 能大使说的 第三句讲的 本自居住 这是理 由这个理论做根据了 我们就知道 它起作用 众生有感 他就起作用 众生没有感 他不起作用 感应道教化 依然是 随众生心 因素质量 虽然应量 视线 教化无量 无边众生 依然是 发生权献 原正散得 彻本心愿 就近清静 他在 方便图 他在 同居图 甚至于是在 六道三图 阿比迪迪 他依然是 就近清静 丝毫不然 那在那个地方 那看众生 这个现象 说法 都是众生 感 他自然的印 他这个印 没有 其心动力 当然 更没有分别之处 所以 他在哪里印 他在长极光里头印 凡复 看他所印的 就像我们看电视 凡复看的是 一幕上线的 色相 而他自己呢 他自己常常住在 这个长极光当中 就是屏幕 没有东西 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们慢慢去体会 这个道理 这是什么 法身佛 不是法身菩萨 法身菩萨 驻时报 专业图 法身佛 驻长极光 专图 所以驻长极光 还是一样会 自信是活跌了 自信起作用 不是不起作用 很多人怕 一入长极光了 精神现象 没有物质现象 那不一去都空了 这个地方我不愿意去 就把他吓到了 这个境界 我们永远没法的理解 相信真有 真有大作用 不是一个小作用 对他不要害怕 不要恐惧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